坦诚这星期眼睛有些问题议长,翻阅CCTV后仍不确定。 昨天,原产业部副部长威力,被反对党国会议员指控,他在国会下议院内必终止,结果引起哗然。 针对此事,反对党议员今天在国会上再度被挑起,并要求议长阿茨哈对付威力。 事发缘故,今天议长阿茨哈在主持议会时,行动党马六甲是国会议员邱培洞,挑起这件事。 邱培洞要求阿茨哈交代,昨日的裁决是否为最终决定。 尽管如此,阿茨哈则表示,由于他昨日看不清状况,而且也一掌CCTV后仍不确定,因此他无法就此事裁决不过。 他也澄清,其实,他昨日没有裁。 讲老实话,我昨天没有裁决,因为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更没有看到所谓的事情发生,因为我这个星期的眼睛不适。 随后,邱培洞表示,他有非常清晰的影片,显示威力数中指,可以展示给阿茨哈看,否则亦可要求高教部长诺兰尼作证。 议长表示,他昨日并没有看清状况,但是后检查录影,也同样无法确认,威力有无在议会厅内比中指。 他指出,由于此事出现事实矛盾,所以他建议,如果依然有国会议员感到不满的话,大可动议要求,把威力提交到特权委员会处置。 我无法确认这事有没有发生。有谁不满,请提成动议,让副部长自己在特权委员会自变。我真的无法确定,这件事有无发生。 尽管如此,根据按照国会惯例,就算反对党提成这项动议,也未必获得机会在议会厅内辩论与表决。 随后,公正党旺沙玛诸国会议员陈怡桥也表示,当时他坐在威力前方,看到一清二楚。 阿兹哈表示,我有和副部长见面,他强烈否认自己有比中指,而我的结论是无法确定是否有比出不雅的手势。 不过,他非常欢迎邱培洞向他展示影片。 待会议会结束后,马六甲市议员邱培洞,可以到我办公室来展示影片。 就在此时,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则说,如果是在法庭,一旦无证据,就得依靠证人来辩证。 他指出,昨日确实有很多议员都看到威力比中指,此事不容威力抵赖。 另一方面,公正党班迪谷国会议员法米法斯透露,已就首相署副部长沙布丁错误计票的事件,提成东一要求,把沙布丁交由国会特权委员会处置。 他也在下议院内,询问阿兹哈的决定。 最终,阿兹哈表示,目前还在等待法律顾问的劝告,随后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。